孫燕姿睽違三年推出新專輯 特別舉辦第二波主打歌 我很愉快MV首映會 為了呼應革命公司 特別送上一車鮭魚片暴震 但卻慘遭孫燕姿嫌棄 因為大家拿著就會大聲說出 這個直白程度 真的是擋不住啊 這次MV中 孫燕姿的緊湛演技 透露出對自我要求非常高 公司特別請來星座大師唐齊央 測驗他的自虐程度 結果指數竟然高達81% 除此之外 老師還超勁爆的說 讓你失去理智的 一定就是你的小孩 這個時候月桑魚的能量 就會出來 對 對 其實月桑魚就還是一個自虐 第一名就對了 不是的 我剛剛第一時間想說地震嗎 第二時間見鬼嗎 我覺得因為 如果見鬼的話 燕姿你會紅 喂 你是說我們燕姿還不夠紅嗎 不過當了媽後的她 Toro剛開始其實很不習慣 一直覺得剛開始當媽媽是一個很 自己好像不勝任的一個東西 所以後來就是 一直在摸索嗎 我覺得 那還會再想要有什麼 呃 明年吧 明年吧 光 看怎麼樣吧 對 所以一定有這個計畫 呃 有一點點 這個方向的計畫 就真的是太緊包了 希望快點傳出好消息唷 好 好